早安 今天要介绍的是转骨汤自己熬 早上去菜市场呢就是买了一些新鲜红萝卜 然后还有新鲜的鸡脚 今天呢就是说 鸡脚还有排骨 我都先川炭过 鱼不用了鱼洗干净直接丢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丸子是我另外加我中午要吃的 我加了香菇 还有红萝卜还有芹菜 芹菜已经熬下去了 现在这个已经熬一个多小时了 那小孩子现在成长期 我们就是多熬汤给他们喝 胃比较容易长高这样子 这个胶质都很够 鸡脚我有请他处理过就是去掉指甲 跟帮我切拌 就是请那个卖鸡肉的人处理这样子 然后鸡脚的肉跟皮 炖起来也可以吃 焦质很多 喜欢吃鸡脚 跟汤的人可以试试看 这个四喜炖的卷骨糖